我们对香港仍然抱有高度信心 对异国两制和法律体系依然信心坚定 只要这些存在 香港毫无疑问便是一个绝佳市场 香港德国商会主席比约林德勒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 如是说道 香港极端暴力违法事件持续逾四个月 对百业造成影响 营商环境及国际声誉严重受损 林德勒表示 作为香港德国商会的主席 同时也是常年居住在香港的外国家庭里的父亲 他对近来几乎每日都会发生在香港街头的暴力事件 感到非常悲哀 我们感到很悲哀 我们可以看到每天在街上的暴力 我们拒罪了暴力 我们希望在逮捕条件被逮捕 基本上的暴力也会下跌 看到这些事不发生 这让我们很悲哀 作为香港最大的外国商会之一 香港德国商会现实拥有440多名会员企业 林德勒透露 香港多个行业因违法事件遭受重创 商会会员多从事奢侈品牌零售行业 生意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 8月中旬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暴力事件 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造成严重伤害 如果 wir在香港的账人 大概是在银行业就会与辉 record companies and more 近日美国政府粗暴干预香港局势 国会参纵两院外交委员会 审议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林德勒认为 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 应该离中国香港远一点 随着暴力事件的逐渐升级 不久前已有国际评级机构 下调香港信用评级展望 但林德勒相信 香港暴力事件平息后 评级机构就会改变评级 而香港德国商会 仍对香港抱有高度信心 商会曾对会员进行调查 多数企业仍然对香港保持信心 迄今为止 没有一家企业有离开香港 或将地区总部 搬移至亚洲其他城市的打算 自1996年首次来到香港 林德勒亲眼目睹了 香港回归中国22年来 一国两制一直运作良好 商会也从中受益匪浅 他相信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将为香港带来巨大利益 他同时表示 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速度 令人印象深刻 而大湾区城市深圳 是一个标杆性城市 我 приех到香港在1996 我一段时间讨厌 我去平日是1995年 我次 travel过来的 30多年 是非常感到的 它是很快渐 在每个角度 尤其当我去 Shenzhen 我经常说 如果我没有去 Shenzhen 每个星期 我已经失去新建议 新历史 尤其当我去 Shenzhen 1 在这边有很多事情 所以这是很快的发展 林德勒坦言 总体而言 香港的基础未变 这里法治完善 金融成熟 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聚集 而其最独特的优势 在于一国两制制度 能让外资企业利用香港 更好地进入内地市场